政府在過去兩年推行了兩輪消費券計劃 分別向超過600萬名合資格市民 發放5000元和10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社會反應正面 考慮到當前的經濟 社會民生和政府的財政狀況後 我今年會再向每名合資格 18歲或以上的永久性居民和新來港人士 分兩期發放合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為了盡快發放消費券 政府會先通過去年計劃的登記資料 在今年4月發放首3000元的消費券 比合資格的人士 余額就會跟新的符合資格人士一起 在今年年中一起發放 跟去年的安排一樣 透過不同入境計劃 在香港居住和升學的合資格人士 會獲發上述總額的一半 即是合共2500元的消費券 我們會盡快公佈詳情